34B已經查出來是連惠心的房子 那你又講了 我沒有住過川普大了 你明明就有住過 不管所有權是誰 所以你知道嗎 我覺得太酷勢 然後太酷勢 然後一副財大七叔 那我都搞定了 他才敢講這樣的話 人家金周刊來訪問你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氣勢還好 還高的時候 所有的意思就是說不怕了 不然你要怎樣 怕了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中間的人 在跟連勝文這邊講 你不要用告的 因為那個就沒有轉圜了 已經都警告過了 他第一時間就告了 當時為什麼要告 當時因為所有連勝文的 競選團隊裡面的人 都問了連勝文就說沒有 他沒有就要告啊 不然的話怎麼辦 面對周慾寇 我就只能告 以告來明智嘛 可是告了以後 就是剛才年華哥講的這個 這答案就要出來 有或沒有 20年前 宋耀明如果跟連勝文 沒有那一場對話 那這件事情就是宋耀明 恨連勝文故意要弄他 他為什麼要弄他 那是第一種 第二種 如果有那一場對話 那就有可能是 連勝文沒去 但是跟宋耀明吹牛 可是你講了 你等一下現在出來講 你跟他講話 那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但是也有可能是 連勝文去了 然後他也跟宋耀明吹牛了 但是他相信 沒有人有他去的證據 那我們可以找這些兔女郎 來作證嗎 當年 20年前 現在都歐巴桑了 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但宋耀明還記不記者 馬英九也犯過這樣的錯 就是這種重心拱躍的政治明星 連勝文其實也算是 他的幕僚其實無法 進入他的內心深處 他幕僚不是一堆媒體人嗎 沒有用 就是說他們 來不及參與他的過去 通通不清楚 而且那個階級跟這個階級 是這個樣子的階級 他說沒有 其他人都沒有辦法講話 宋耀明 你總要懂吧 馬英九一開始 他的於事案的時候 他說沒有 旁邊有人趕出來 有啦 沒有 他就說沒有 後來變 好像有去過 兩次又變三次 對不對 綠卡 前兩天也說 我們家都沒有人了 後來才查 曾經有過 川普大樓 不是那個川普 可是短暫住過我姐姐的川普 然後花花公子 沒有人可以證明 現在有證明了 可是20年前請拿出證據 不是 他現在講法是 他沒有參加兔女郎派對 他有去過川普大樓 他在這裡又切割了 他說 錢振宇現在出來講 你去證明 把那些人叫出來 說我有沒有去參加兔女郎派對 川普大樓跟去海芙娜的豪宅 是兩件事 對 不是 我知道 他的意思說海芙娜豪宅他有去 但有沒有去參加兔女郎 又是一件事情 他又切割在一個段點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兔心拱月的政治明星 他的幕僚畢竟不是他 他自己最清楚他有沒有過 但是這麼多年 都沒有人知道 我想問你幹嘛不然知道 然後當有人把這個issue 拿出來的時候 幕僚問說有沒有 沒有 那我們要告囉 好 那就告啦 那告了以後現在答案出來以後 可是我忘記我20年前跟他講過了 而且就算有講我只是吹牛 他怎麼可以說我有去過 除非你證明我有去過 我跑到LA去參加了海芙娜的Mission 去海芙娜的兔女郎派對 是最大二級嗎 不是 現在重點不是這個 他不講鐵話 重點不是他有沒有住川普 也不是他們連家有沒有錢 更不是他到底去過了 這個花花公子派對沒有 而是他說他沒去過 而且他還告 他說他沒住過川普 而且他還提出 我從來沒有的說法 現在一一被檢視說 你講話不誠實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是不是有去過 沒有去過 是說你中國有去過 如果有去過就成人 那所以他現在接著 我印象中就是沒有 這個脈絡是他是官二代 富二代跟這個庶民在選舉 終於要打他 其實第一個時間點是他去喝4萬塊錢的紅酒 那個是原件 他有脈絡的 然後他又去說他有住川普 然後又有去這個兔女郎 他的脈絡很清楚 他們家是這個狀況下要來選舉 你跟小老百姓又住這個地堡 你跟小老百姓之間的距離這麼這麼大 你一直以來是這樣的生活方式 你現在要來選舉 他是用那個脈絡下來的 是不誠實 因為不然 其實剛剛都問過 你不要跟我講你不想去 如果有機會去兔女郎俱樂部 對不對 這不是每個男人的夢想嗎 幹嘛假裝很清高說 我都不會想去 這個 我覺得像我就不會想去 進廣告了 你不可以一竿子打還所有人 真的嗎 對 進廣告了 進廣告了 我會找重要名嗎 有機會不去我 其實我相信宋耀明本來跟林勝文 應該關係不壞 不餓 不壞 沒有什麼往來 坦白講 不壞的原因是 他有說 好像有邀請他去他們家的川普大樓 因為那時只有四個人 對 在美國各大人上課只有四個人 他好課 海派 那就都來我家玩 因為宋耀明有說 他第一次去的時候他才發現 哇 我一個月住1000塊美金的 國際學社 我都覺得他很貴了 他們家怎麼住川普大樓啊 20年前一個月1000塊美金 是真的很貴 很大嘛 很貴啦 很貴啦 川普大樓多貴啊 再來他第二件事情是說 林勝文發現他好久沒上課 碰到面以後問他說 你都去哪裡 他說他去 Playboy Mansion 這個Playboy Mansion 那他就覺得一定是 有人招待 對 因為你的身份 對啊 因為身份 因為他什麼身份 行政院長的兒子啊 連戰的兒子啊 好 這個就有趣了 其實我回來談 其實他很可能很多事情 他就不知道 我給大家知道 就是說讀輔仁大學法律系 要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 不那麼容易 基本上很困難 很困難 我不可以 因為哥倫比亞大學是 長生堂的學校 長生堂而且是排名 非常好的學校 他是輔大國貿 國貿是法律系的 你也說是跳到法律 跳到法律 哇 這個更難 好 那為什麼有辦法呢 四種可能性 第一種就是爸爸是國家的總理 這個總理只要寫一封推薦信 兒子 學校會看他的關係 所以又是靠爸 我不敢這樣講 四種可能性 第二種是什麼 爸爸關係很好 找一個非常有名望的人 幫他寫推薦信 第三種 他自己考 對不對 第三種是他自己考 可能他的託福 他的GI考得非常好 成績很好 在學校成績也很好 是 第四種是什麼 捐很多錢就好了 我們家有錢 捐錢 捐錢就好了 這樣 因為我們國內有一個財團 他就是因為靠捐錢 所有的小孩子都讀那種 世界上最好的名校 而且他捐很多錢 好 那麼再回來講 宋慧明說他好久沒來上課 一問以後才發現 他都問他說去哪裡 他去海福那花花公子的豪宅 這個事情藏法庭很出名 最後一口說 你叫我證明的我都證明了 宋慧明也出來講了 後來他的律師就說 我們跟宋慧明不熟啊 他怎麼他有證據嗎 那你就去告宋慧明為證 法官就說你們兩個和解 然後連勝文的律師說 好啦 我們帶回去研究 他又要再開庭 我問你 如果他覺得這個事情 他現在這裡的騎虎難下 告與不告都輸 如果他覺得宋慧明 這麼傷害他的名譽 因為宋慧明講他最殺傷力那一句 是國民黨不應該栽培這樣 沒有 這句話也是因為 被周育寇講出來說 宋慧明有講這句話 宋慧明就承認說 對 我的確有講這句話 他不是主動要講這句話 因為作證被講這樣 而且你要知道宋慧明 不是幫馬英九打過官司 他也幫蔡英文打過官司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律師 專業的一個律師 什麼律師可以又幫馬英九打官司 又幫蔡英文打官司的 所以他就是很清楚的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好 那事情發展到這裡 就很清楚就是說 宋慧明我認為對沙昌立最強的是 國民黨不應該栽培這樣的人 可是他那個講的不是台北市長 我們還是要講 是當初中常委就說 不應該讓他重就 應該是說 他講的是連勝文這個人 不是什麼位子 沙昌立是這句話 再來就是說對他形象傷害很大 對不對 照理說如果是我是律師 或者是我是連勝文 律師一定會說 老闆那我們要不要繼續告 傷害這麼大 老闆就說到底 因為他根本沒證據 不是他現在應該是 告宋耀明才對啊 因為你知道嗎 拿不出證據的人 宋耀明如果說謊 會付出多慘痛的代價 第一 偽證罪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 他如果被判刑決定 他律師資格會被撤銷 他這輩子就毀了 我剛剛講他是知名國外期刊的 連續三年選為最佳的 他怎麼可能去自毀前置 所以我說我主觀認定 宋耀明不會說謊 因為說謊對他百害而無一例 我覺得現在連勝文陷入兩難 第一 第一個作法是我承認 我都去過 那你就是說謊 你以前為什麼不承認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繼續凹下去 可是凹下去的結果就是 從現在開始到11月29號 台北市長選舉這段期間 我們大家研究了 可能不是候選人的證件 我們會研究Playboy的Playmate 玩伴女郎長什麼樣子 然後川普大樓長什麼樣子 海芙娜的豪宅長什麼樣子 結果這個東西他會圍繞的 連勝文一直到投票 但是因為台北市 所以最後也是會動選 對不對 你頭上對嫁人是這麼有信心嗎 台北市沒信心 你現在就話話話話說 我現在只是 我們現在電腦頭上好不好 你現在是認清事實嗎 我們現在電腦頭上說 連勝文這個人 有沒有能力做台北市市長 我們回頭想 6月16號之前 連勝文跟他的律師團 都可以危機控環 撤毀告訴我 都可以 6月16號之前沒有去撤毀告訴 是不是他已經掌握宋耀明 不會在法庭上做出對他不利的事情 他基本上是應該這樣認定 錯 我認得錯 我認得他透過很多關係 去跟宋耀明去協調 或者去溝通 希望他不要害連勝文 一定很大聲 宋耀明沒有要害他 他只要出庭說我忘記了就好了 宋耀明一定沒有答應 所以宋耀明沒有答應 連勝文的危機控管 或者是他的幕僚團 律師團就意識到說 這出庭萬年宋耀明才這樣說出來 對我們的傷害會更大 他應該要知道啊 6月16號之前到3月份 這有三四五月 居然連勝文沒有辦法去處理 這樣要發生的危機 那我告訴你 現在陷入什麼呢 就是進退兩難 我告訴你 昨天的這個上法庭以後 還有繼續再打電話 是不是能夠翻案 我剛剛講了8月還要再上法庭 然後一翻兩頓也在這過程當中 如果再來一個翻案 那個連勝文就沒有 我判斷他會和解 連勝文就沒有 會和解完蛋了 我判斷他會和解 會和解就是印證宋耀明講的 都是對的 如果是我的話 6月16號之前我把這個案子撤回來 我就告訴台北市民說 其實這些事情不會影響我未來處理 台北市政的能力 充其量也是年少發生過的事情 有跟沒有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重了 我覺得這應該給 連勝文團隊一個警示 就是說你們的做事情的邏輯 不能再用以前那一套 那一套是什麼 我先告了 然後喬 你懂嗎 不是 他要告的時候他又說 我組成了60個龐大的律師團 這都是連勝文自己決定 這也是連勝文自己講 我相信沒有人敢出面 證明我參加過 這都是他自己講的 然後他說名嘴所有的資訊都是錯的 他把所有人都打到一邊 跟他站在對立面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通通都是錯的 他全滿不承認 如果這是別人講的 他下面的幕僚 或是發言人講的 你可以說他團隊 不是 是他出來面對 媒體專訪的時候自己講的 而且你看他講這個話 你可以想像他那個氣勢跟那個樣子 所以你剛剛講的團隊 不要怪團隊 都是他自己 剛剛蔡文講 6月16之前能夠處理 這也是他自己 請問誰能夠幫他做主 不是他自己怎麼做主呢 他現在就死無對證 你說你有講 我說我沒講 他不承認他有講 那現在又切割到說 他沒有去參加 那我問你 最後為什麼緊咬連勝文 他認為一個要參加台北市的市長 的一個候選人 也極可能成為真正的參選人 然後他沒有任何的公職經驗 只因為他的爸爸是高官 當然他跟連戰過去沒有關係 有恩怨 但是問題是 今天連勝文的團隊有很大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剛剛蔡委員講 這個我非常同意 TDR事件 那個TDR事件的確也是觀感不好 可是他就要說明清楚 不是說我只退了2萬 你退了2塊錢 你也是特權買的 可是連勝文 那個事件給他的整個過程 就是他本人都不出來講 他都不講 他叫李德威講 他的永鋒董事也是前兩天才 上個禮拜才處理掉 我判斷我們不知道是多的 對啊 洪一跟他說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我說在他們開危機會議 跟他坐在一起的幕僚 都不知道 所以這樣怎麼可能危機處理 處理不了 來 我們先休息 儘管告 後一口跟你的照片後來沒得了 他好 他去求饒 對 是溫生 千萬畫畫畫 這有時候現在這名字跟生 我們不是說條在故意 台北市民今年就是很可憐 不是 可憐 對 都是阿文 阿嬤 都可憐啊 都可憐啊 溫生